本節目是由完美店Montre Park總店 聖Gabriel分店特約贊助 記住是暫時的 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嗎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跟著說出我們節目的名字 就可以馬上獲得 完美店贊助送出的一杯冰鎮凍奶茶 快點打電話來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裏送到哪裏 陳祖輝博士心靈輝湯 好歡迎各位來到陳祖輝博士心靈輝湯的節目 我們今天除了我Sunny之外 還有台獎、朱台獎 還有Misho 當然有陳博士 遠在香港 陳博士早上 應該是星期六 多謝陳博士打進來 今天我們轉一轉話題 關於疫情的心理和身心各方面 我們都約了講過 但是今天我想轉一轉話題 今天就是 就是講一下這個移民 近來你看看香港 就講到很多人 由於那種社會的不安和動盪 就很多人都有這個心想移民 而剛剛先前 我們以前的士頭婆 英國就給予BNO 即是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的護照 就有一條路線圖 就去成為英國公民 變相就給這個 基本上97年出生之前的香港人 就有一個渠道去移民英國 移民講就容易 其實做都幾難的 起碼心裏面會有一個心理上的交戰 什麼為之交戰呢 就是說 我在香港都熬了這麼多年 都擁有了這麼多東西 一下子放棄 一下子離開我這個出生地 離開這個家 去到二鄉 從零開始從頭崛起 但是如果我不敢做的話 我們的下一代又如何呢 每年一年接一年更加動盪的時間 那我呢 第一件事就想到 想到陳博士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陳博士是我認識裡 那麼多人裏面呢 唯一一位是移民過去英國 然後又移民過來美國 陳博士 第三次移民回來香港 第三次移民回樓 而陳博士呢 很老實說 陳博士當時移民去英國的時候 我相信都是為了兩個寶貝女 是不是 因為當時陳博士自己 都是踏入中年了 其實他移民的時候 那我想問一下你 踏入中年 就是變了 起步更艱難 去到外國人生勞不熟 那你當時是怎樣去面對 一切的心理衝擊 或者是怎樣去克逢這一種的心理 即是心理的不安 就是我們很想知道的 因為這個也是我相信 收音機或者電腦旁邊的聽眾 如果在聽著的話 就是聽完陳博士 這個移民再移民再移民的經歷 因為所謂移民 自己都要走出自己的舒適 zone 但走出舒適 zone 都要有勇氣的 都要有自己的勇氣 這樣都會作為一個參考 都會想想 究竟這杯茶是否適合我的呢 我現在交個咪給陳博士 好啊陳博士 好啊 我呢 八九年尾 我是33歲去英國 嚴格上來講 我都是未到中年 33歲 你認為是不是 33歲 還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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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准備烏水水水哦 都遇過很多校 именно 亦都有很多笑話 可以講一下 有些辛酸都可以回护給大家 以及我是這樣度過 我一去到的時候 很多移民面對語言的問題 譬如你在英國要講英文 但對我來說就不是很大問題 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 都是在英文中學 還有有些外國的朋友 有時候又幫他們翻譯 我英文就不是很害怕 但我一去到英國的時候 去到那個郡 譬如你好像Lost-Standard County 他們的英文的口音 是我未聽過是很難聽的 我講的例子給你聽 當我去了一段時間 我習慣了他們的口音 我聽得明白 在香港有個朋友 他讀完大學 他就準備去英國大學 讀碩士、社工 我跟他去第一天開學登記 那裡的人問他的東西 他全部一句都聽不到 一個字都聽不到 呆了 當然我幫他 所以因為那個地方的口音 是很難聽的 所以很多人 對我來說都是要有些習慣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去移民一個地方 現在的資訊就很多了 你上網又可以學新的語言 或者教你怎樣學 就是有很多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是去移民一個新的地方 那個語言對你來說是一個新的 最好你都是要習慣學一下 準備一下這樣 好了 這個語言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開車的問題 即是去到英國也好 去到美國也要懂得開車 那我就在香港沒有開車的 那我去到英國呢 我都迫著要在餐館洗大餅 你那時候還不是博士來的嗎? 還沒有 那時候我其實有一個目標 就是去到英國 我想是入大學讀書的 但是呢 或者先說一下 我就是申請是讀碩士的 但是呢 我覺得我自己失敗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面對不到那個的 所謂一些種族技士 我讀碩士就是晚上上學的 在那一班裏面 只有我一個亞洲人 我想上了一兩個月之後 因為我們讀輔導的 有很多小組一起聊聊 我們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兩個老師 和我們成班同學 二十多人 就是為一個圈 大家好像有少少 就是 Relaxation 開始 然後呢 又說一下話 那一晚呢 有一位同學呢 就說 他就說 Peter 你的英文好像不太好 為什麼你不回到你自己的國家 大家明白這句話 就像說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有些少侮辱的成份 是的 華人在外國或者移民 有時逛街或者在某個場合 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當時我聽到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我最奇怪的是 兩個老師沒有幫我講話 全場靜默 整班和我沒有人出聲 就好像有另一個 好像說了類似的說話的時候 然後隔了一會 老師就繼續上課 那次我心裡很不舒服 後來我信心跌得很厲害 我就決了沒有去上課 因為那時候我是有一個女兒的 大女兒出了世 兒女兒還未出生 我有一個女兒在家裡 晚上上課 好像覺得很辛苦 而且又受不住那種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歧視 所以我就沒有讀了 如果我繼續讀上課 我想我的名徒又很不同 為什麼後來又要讀上課 後來我死死氣 我就回到大學 讀一個學士學位 就是本來我碩士 我剛回去讀學士 就是心理學 因為我未讀過心理學 我在香港我是讀過神學 但是那個神學的學位 是可以令到我申請碩士的 就是他接受 但是我退了碩士的課程 那我就讀心理學 從頭開始過 但是英國就三年 讀三年而已 英國 但是神學也好像有心理學讀 是不是 小小 即是一兩課 即是計算不到下去 不是一兩課 但是他的碩士課程 他接受我 我的神學學士是認識的 即是我已經進入了讀碩士 但是因為那個情況 我就自己退出 不再讀了 然後我就做全日生 就是回到大學讀心理學 全日的 就要離開家 自己找個宿舍在那裡住 在大學的時候就認識到來 在香港來的學生 那個心理關口我過不了 但是我現在想回頭的時候 如果我當時是有些心理的技巧 懂得怎樣去面對 我就應該不會 quit 了那個碩士課程 因為讀一年我已經有個碩士學位 所以在這個教訓 就是如果我們學到一些心理的技巧 面對這些所謂 verbal abuse 現在我們很多上網看到很多的新聞 或者是人家說 Go back to China 或者是罵你 那你怎樣面對 其實很主要是你自己個人 你有什麼方法面對呢 就是扭轉了整個局面 但是當時我真的不懂得面對 那時候博士了也不懂 我有自信心非常低 如果讓你再選擇 如果讓你同樣的事情 在同樣的地方 同樣的空間再發生一次 那你會用什麼態度 和有什麼方法去扭轉這個局面呢 是 我想 通常那些人 一聽到別人這樣說 你就不會很開心 有些可能會比較有關心的 就博士了 又或者是有時候跟他爭執 又或者是跟他爭執 不是說一定是在課堂那邊 但是 我覺得 如果你跟他爭執 或者是博士了 可能令到局面更加僵 或者是不太軟化 那所以 如果在當時的情況 我聽到這樣 這個是很視乎我自己怎麼反應 其實我可以反應說 這位同學 我很感謝你提醒 或者你覺得我英文不好 不是那麼好 請你給我機會 還有我會練習多些 我就需要你們大家幫助我 去有進步 如果我懂得這樣說的時候 整個局面完全不同了 我想很多人會很開心 很拍手掌 但是 說這句話的人 他可能會很尷尬 是吧 我扭轉了局面 他們覺得可能不好意思這樣說 我想可能跟你 那時候剛剛去英國沒有多久有關 如果你是去得久 如果你被人這樣說 可能你的反應是很不同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有時候 你的EQ很高 也是很反映到 你自己當時的自尊心受傷 變成你說不出 Misho Misho 你也是移民過來的時候 我相信不是中年 是少年 少女 少女 你有沒有面對過這些事情 我初初 其實我是來到結婚的 我初初 在洛杉磯 在洛杉磯結婚 我在洛杉磯生孩子 但是我正式來說 我是做兒女 那好很多 譬如像我來 我去德州 歧視的問題是不同的 我有件事是很幸運 因為我一落腳的時候 我已經是在一個好朋友家裡住 還有你也知道我住在哪一頭 Singgibirn Valley 大部份都是Asian 所以不是說LA是沒問題的 但是一件事就是因為 很簡單一句 我想可能說你也不相信 我來到頭兩年 我整個加州去運 原因是因為我是跑computer show 我最初正式來說 我是computer sales 每逢一個月兩至三次 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就會跑show 譬如我很早已經去過 Segamento Stockton Versenal Bakersfield Santa-Walser 全部都去過了 即是你一來都要自己開車 不是我開車 我跟車 跟車 但是有一件事我就發覺 我不是讀書很厲害的 但是英文都不會 我們在香港來的英文都不會 差到真的不行 但是為什麼我說了 別人都好像覺得我說錯 原來我們的發音 的pronunciation是不準的 即是不同的 例如我們寫 例如我們寫 Color 這裡少了個U 我們就不會說 我初初來最不乖的 就是別人說 What's up What's up 我問什麼叫What's up 我們香港就會說 What's the matter 發生什麼事 那這裡就說 What's up Yale Yale 什麼呢 即是很多那些sang 我們是不明白的 不過我幸好有人幫助 因為我的同事有很多 即是有很多都是香港人 還有我基本上 頭那幾年我都是跟香港人打工 變成我的同事 可以來得來 我有一個同事在米尼斯多 過來的 他是很Americanized 他是high school過來讀的 變成他幫了我很多 但是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 很坦白說一句 你說American English 和British English 我也覺得我會比較喜歡 我喜歡用英式的英文 比美式英文 比較有禮貌 而且他的發音也不太準 直至到近十幾年 我正式是全美國 在一間很大的機構 真的很多外國人 很多不同種族的人 那我就適應了 頭那幾年是不可以的 真的不太明白 有很多sang 我覺得移民每一個國家 第一件事 真的要學他當時的sang 真的要學他 我就有兩句分享 因為我不同 我落腳的地方就是德州 25年前的德州 是一個挺荒蕪和保守的地方 也挺少華人 你都可以估計到 我們當時買一瓶豉油都沒有 但是我是用這個態度 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就算在美國裏面 我相信可能在阿陳國時 可能在英國也是 比如說你剛才提到 英國去到的浮 那些口音是很重的 是不像你在香港聽的 那些英國片的口音 相信我估計英國 好像美國一樣 每個棍 可能有他們自己的謊言 或者自己的口音 我們美國也是 我當時在德州 德州有南部的口音很重 但是德州人自己說 是不覺得的 紐約那邊也有自己的口音 我們西岸也有自己的口音 其實我當時是這樣看的 有少許阿Q精神 關於口音這件事 那些東西岸那些 經常都笑南部的鄉下佬 笑他們的口音 但是德州那些人 自己都叫做自得其樂 他是很proud自己的口音 反過來 他覺得德州是很特別的 是我們一個特別的民族 那我自己心想 既然一個國家裏面 他們自己不同州都笑自己的 對不對 我們其實 我們簡直是forlunner 對不對 那我們唯有都是一笑致之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是全心對外 他們對內都拿來嘩苦 拿來搞笑 至於德州人自己 他有一種心態 你笑我就笑 我就覺得自豪 這樣 那我就用回他的心態 你們笑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豪 我反過來 可能我也是有口音 但是我懂幾個語言 你又不懂 對不對 可能 可能 在你們眼中是一個forlunner 是一個國外人 但是我去過很多國家 你們連passport都沒有 我會這樣看 所以我想說回來 其實都是回應陳博士的心態 就是人家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有些朋友 會很不開心 可能別人笑他 或者叫他 對嗎 對嗎 以前根本是很少Chinese 在德州很少Chinese 這樣 我唯有就用一個一笑致之的心態 這樣活下去 所以這個也是 給我們觀眾看到的就是 我們如果考慮移民之前 其實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是有存在的 也都 一般人都有 不多不少經歷過的 我覺得始終都是看你住哪一區 你住哪一區是很重要的 是啊 是啊 因為 等於你 有些朋友去到溫哥華 叫Hancouver 差不多 就是每個人 反過來你不說 香港人 你反而是被人歧視 你說英文是被人歧視的 哈哈 我那時候去到溫哥華就是這樣 我想轉一轉話題 是說這個移民 大家都知道移民 那個移民就是連根拔 就是把家裡的家產 資產 理應來說以前就是這樣 變賣了 以前有幾個terms 舉個例子 就是香港人就說 派箱 又要派幾多個貨櫃 連家裡的家具都派了 我不知道派它做什麼 其實你去到都未買屋 又未吃 去到香港 將香港的房子又賣了 去到立刻落地生根 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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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隨便又買了一間屋 很多年前香港人移民的俗化 我現在又問陳博士 陳博士 你當時移民都三十多歲 在香港也有些成就 起碼都可能 都會有些資產 你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如果你給一個 或者給一個 那些 中告 現在想考慮移民的香港人 究竟我們是否需要 真的變賣了所有東西 或者真的要留給自己一條後路 或者去到一兩個月 如果不適應真的要放棄 那究竟 其實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即是說 當時你是怎樣做 還有如果今時今日 讓你再做 你會不會做回同一件事 後悔是做了的呢? 我想呢 我就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我去英國之前 我是做了幾年工作 每個月是有正常的收入 但是我自己 不是說 我和太太不是說出自 富裕的家庭 自己又不是說很多積蓄 我們只是做了幾年工作 但是為什麼我們又可以 沒有什麼積蓄 又可以 過到一個新環境呢? 其實我們是有不同的 因為 我們去到時候 我們 沒有自己的屋 沒有租屋 我 是在我太太妹妹的家裡 住一段時間 即是說 我們是有家人 幫我們 幫我們安頓下來 幫我們 適業環境 也都在經濟上 所謂上 叫做有支盲工足 即是 不會有很大負擔 不是說 我們 有些 剛才你說的 有些香港人 有很多物業 很多積蓄 要賣光全部去 那時候 我想 跟我們這樣的情況 都 有不少是這樣的 有些人去讀書 或者 沒有什麼錢 所以 我們去到那裡 就是有親人的幫助 也 我們去到 沒有再想香港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香港 又沒有物業 那時候 我做工 教會 是有個地方 給我們住的 我們又沒有自己的物業 沒有什麼天掛 算不算 一條 所謂的 沒有回頭路 即是 只可以去前往 是的 是的 但是 因為英國 是一個社會福利國家 那時候 社會福利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在 太太的妹妹家裡 住了一段時間 我們就申請 所謂公屋 大家明白了 這麼正? 公屋這個概念 是由英國帶來香港的 但是 你還未正式是市民 你就可以申請公屋? 我太太是這樣 你太太已經是市民了? 是的 我太太是 哦 我應該是住滿三年 我也是可以成為公居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有一個女兒的 所以政府看到我們 哇 這個是年輕的家庭 又有小孩子 那時候的公屋也是足夠 很快我們就有公屋住了 啊 這麼小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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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可以 後來我做一個全面的大學生 又沒有工作 太太又要照顧小孩 但是我們在英國的生活支出不是很多 而且政府也有社會福利給我們家 就是他們會按照你的家庭的情況 那時候是挺好的 所以是搞得定 就 到 我40歲了 就移民來LA 40歲那時候 真的中年了 我來LA那時候 你知道嗎 很慘的 在Atlantic那條路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除了我姐姐之外 在Atlantic那條路 至少你也有個姐姐 哈哈 但是我姐姐就是住在Ventura County 哇 好遠喔 離開 離開 兩個小時 對啦 一個小時 不止 開車 開車可能要過半至兩個小時 那 我從我姐姐下來 找工作 或者是 看看有什麼辦法 一個人拿著一輛行李箱 在三十幾很炎熱的天氣下 在Montray Park那個Atlantic那樣走 很愚蠢 又不認識人 又不知怎麼辦 又沒有車 但是很奇怪 就是 移民在家就靠父母 在外就靠朋友 這句真是很真 真的 你說 無論是 是否一個貴人 或者是朋友 不同時間出現 又幫助我 很快 很快適應到 所以我來到美國的時候 一切都很新鮮 但是我就是 在Atlantic 有一個教會 傳導人 是我太太 家人都認識的 他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他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他就知道我的情況 我說 不知道有沒有工作 那 過幾天 就有個精神病康復機構 他就打電話給我 需要一個 mental health worker 那我就去做 那我太太和家人 就看我有沒有工作 可不可以 survive 到一年 他們才搬過來 哈哈哈哈 就是搬過來 魔處派這邊 對 才搬過來 但是你太太是由英國搬過來的 是的 那時候有兩個女兒 其實你小女兒就在英國出生 那時候你自己一個人過來美國 那你太太和兩個女兒在英國 是啊 是啊 我兩個女兒 你很不明白 你在英國有公屋住 為什麼無緣無故移民來美國住呢 但是這樣 你知道英國 第一英國小華人 第二方面 我一個學士學位 我不知道可以做到什麼 就是打進去那個 mainstream 的工作 而且那時候我真的沒有什麼信心 那我看到 為什麼我會來美國呢 因為我是家庭團聚 因為我的姐姐申請我們兄弟姐妹 在香港很多都是這樣的 就是家庭姐妹的子 剛剛就是我畢業了之後 做了幾個員工 就移民局就通知我 咦 你行了 你可以過來美國 那我就考慮 因為呢 尤其是姐姐在加州 我知道加州是多華人 多華人社區 工作機會一定是多很多的 那我就 或者自小都幾嚮往美國的生活 所以呢 我就 來啦 我就決定來 但是我太太 家人都是 有一點點 猶豫 看定些先 所以你先去吧 那呢 其實我去到呢 其實我去到呢 我有份工作 但是我又沒有地方住 沒有屋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很奇怪 就是 我上班之後呢 在公司就一個越南華僑的同事 就是熟了 那她說 不如你來那裡住 那就是我當她租一個房子 她兩夫妻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這對夫婦真的很好 後來她整間都給我 她說 你這家人來 我給你來住 哈哈哈哈 亦拳秋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陳博士亦拳秋節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我們去我父母那裡住 她整間都給我 所以呢 接機就是我太太 兩個女兒 整家就去了那裡住 這些真是貴隱 雖然這個不是公水節目 但這些真是貴隱 自己都不住一間屋 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一間屋 整間屋給你 大佬誰可以啊 就是她兩夫妻 但是當時呢 她沒有小孩 後來呢 她就有生了一個兒子 那當然呢 他們呢 又有自己賣了屋 這個朋友呢 更厲害 我想告訴你 我們做移民呢 一定的心態很重要 這個丈夫呢 是我同事幫我的 你知道嗎 她在越南 一過來羅省的時候 她就在一個家裡 幫人洗廁所 英文又不太好 由洗廁所呢 變成是一個真正的 心理學博士 現在在政府 都做rehab的工作 但是她就不是說 很主打去 心理輔導幫助人 她是在哪個方面 她又一個在別人家裡洗廁所 那個主人呢 那個太太就說 哇 你這麼年輕 這麼有為 你就是這樣做 不行啊 不如你回去讀書吧 這樣 然後呢 她就去回Long Beach 那裏慢慢讀了個學士 跟著又錫士 跟著又讀了博士 所以呢 美國是給了人很多機會 但是最緊要是 我們有個好的心態 還有是 有那個positive 有那個人生的目的 方向和意志 還有呢 原來朋友真的很緊要 所以呢 你不要怕 去找朋友幫助 因為 在外一定需要有朋友 將來我們習慣了 我們已經是一個很久的移民 反過來我們去幫助那些心理的人 謝謝陳博士這個很寶貴的advise 這樣我問問你最後這條問題 你住過三個地方 我這樣說 籠統的說是丹丹框 你從香港搬到英國 英國搬到美國 美國搬到香港 那其實呢 你最喜歡哪個地方 還有 哪個地方你覺得是移民移錯了 還是 你沒有後悔 做任何事都沒有後悔 過去這三十年 是嗎 就是住過這三個不同的地方 因為這個呢 就是很直接地 直接地給那些聽眾知道 如果 究竟其實值不值得移民 究竟其實我想說的就是這個 德和失 即是究竟 做每一件事總有德有失的 但是究竟移民這個動作 德與失之間 是成不成一個比例呢 其實就是 有很多父母說 因為自己是子女的問題 所以就移民了 就離開了 但是我覺得呢 父母一定要好好地溝通 不是就是說 為了小孩就離開了 你們自己根本 喜歡不喜歡去外國住呢 你們喜歡不喜歡那邊的生活呢 你們能不能夠 即是投入呢 大家夫婦之間有沒有默契呢 這個是我體驗到 有些夫婦為何很大困難呢 我認識有個家庭呢 可以移民美國 但是呢 不用一個月之後 就走回來 他有個兒子是十幾歲 但是可能呢 因為那對夫婦去到 經常吵架 很多不習慣 我兒子看見父母這樣 我都不喜歡 即是當時我在教會團結 我說咦 為何這個少年人 為何我們寬送他去美國 為何幾個星期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所以呢 你移民呢 是成家 是要有一個 就是 嚮往是真的 真的喜歡去那邊 因為 不是說真的 為了逃避某一個原因 而是真的 你覺得去到呢 是成家都會好 我們成家都會願意去適應 願意去投入當地社會 成為一個共業 那 如果是幾個地方來講 我是不是賣花站 我是喜歡羅省 我是喜歡加州的 羅省多謝你 羅省多謝你 空氣好 有一件很棒的 就是我喜歡乾的 而且熱得來 不是說 也有很熱的時候 但是它乾就很舒服 很涼爽 而且地方是很大 文化上呢 如果對健康 對社交活動 我想羅省是不錯的 比起英國還是什麼 英國比較濕和冷 和你同聲同氣的朋友 可能不太容易找得到 現在很多了 我有好幾個朋友 已經去英國二十幾年 可能看英國哪個棍 一個在倫敦 一個在倫敦 一個在Liverpool 你在那些大城市就可以 但如果你不是住大城市 那就比較有困難 但當然現在這個世界不同了 現在2020年 跟你20年前 30年前是很不同的 我有個問題 陳博士 你既然說得羅省這麼好 為何你要回香港呢 有很多在外地的華人 為什麼要回香港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父母 因為父母年紀開始大 而且我自己覺得 我爸爸很早過世了 我已經沒有見過媽媽很多年 沒有跟他一起生活很多年 那我覺得呢 當我媽媽差不多八十歲 身體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是時候要回去 多些陪伴他 但是現在香港的樓價這麼貴 你就算在美國 你將一間房子賣了 你未必買得回香港半間房子 那你當時有沒有考慮住的問題 我就是租 租都可以支付得到 但是現在我媽媽過世了 所以就在我媽媽的家裡住 主要媽媽和我太太 因為她的工作很適應 做得很好 她還想再做多一段時間 所以… 即是你在香港有那份工作 即是她的工作比較穩定 我就是… 在香港… 我在香港… 我就比較好像… 很散… 很散地做 即是好像… 好像… 半退休 其實你現在都可以退休了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自己猜 就是… 為何陳博士哪裡住都可以 因為她兩個女兒已經出生了 是… 也是… 剛剛那兩個女兒… 剛剛又要恭喜你的小女兒 正式成為醫生 在英國 正式成為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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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及到學校 接著去到學校 新時學校 尼瑞 那似乎一直在美國 為什麼走到英國 那那麼特別呢 對呀 就是… 因為… 因為… 英國呢… 你們都是… 有我們的家人 就是… 我太太那邊… 和我們以前住過的地方 他的伴侶也在那裏 他就申請去那裏做一些工作 那些science lab 那裏做一做一下 他的教授又介紹 你可以去讀書 他又開始申請 在美國可能讀醫科比較難 不如在英國試試 他就考英國的試 讓他有學校收他 自然就在那裏讀了 現在要戴著口罩、眼鏡 在面對 今年的畢業很特別 沒有畢業禮 一出來可能就要面對COVID-19的患者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現在我兩個女生 居住在以前的公屋 又回到那裏 你不用把公屋還出去嗎 你去到美國 不是 後來我們有一個政策 你可以便宜點買 去買了 其實香港也是 香港十年前 香港也是一樣 香港也是租了公屋 你住了十多年 可以買一間公屋 對 就是這樣 香港跟回英國的制度 對 所以那間公屋是屬於我們 他們現在 剛剛我女兒做的地方 就是開車半個小時去上班 就在那裏住了 總括來說 你有沒有後悔過移民去英國呢? 我知道你很喜歡美國 都沒有的 我覺得我也是會習慣在西方社會生活的 每個人不同 所以如果你說要我離開 我覺得沒有問題 再回到外國我覺得是好的 還有最主要是移民 都是很想跟子女一起 在那裏 始終都是 你不會分開一個在這裏 長遠的健康 即不論哪裡都好 一家人齊齊整整是最重要的 是嗎? 你這件事說出來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時80年代 香港的移民潮的時候 就製造了很多太空人 後來太空人 由於長期分開 就變成破碎家庭 是的 好了 今天就很感謝陳博士 分享了你三地 三地 三次的移民經歷 這真的給了很多香港 有香港想去移民的朋友 尤其是想去英國的朋友 就是一個很寶貴的意見 總之就是 作出了一個決定 整家人都是要一致的 然後就不要往後看了 過去的東西就走到過去了 只可以向前看 整家人齊齊整整就是這樣 是的 大家要 因為現在不同 現在的資料已經很多 你網上有很多資料 幫你心理 經濟各方面有好的準備 即是不同 幾十年前 漢中中的人家 都不知地方在哪裏 地圖都點不到出來 那時候我的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是拜託 那一個網絡的世界 幫你很多的資訊知識 以至你準備得容易 最重要是一家人 大家是有個共識 大家一起齊心 無論什麼困難你都可以面對 我知道有些丈夫是會計師 去到要在麥當勞做初頭 或者跟人做花王打理人的花園 這件事就留下一集先說 下一集我們都想說一下已經移民了的朋友 你們幫他心理輔導有些新移民的個案的分享 多謝陳博士, 多謝MISS HO 當然要多謝朱台長 沒有朱台長在押陣就不成事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探討移民個案 多謝收看 下次見 陳祖輝博士 心靈揮拖 大家好 歡迎到今集我們的《Chaychang Central》 這個不是一個節目 是想和雲師傅做一個很簡單的聊天 我們現在這個疫情開始都進入一個很麻煩 正反覆 在你們的計算裏 你已經做風水十數了 你覺得我們接下來的疫情 有什麼時候會有好多轉機 其實在年初我都做過一本測試過 轉機大約一手的時候 開始有有沒有轉 我現在在新公司上看到的最快應該都會是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也算是今年之內 因為我們來過月四 早點是一段時間 我們都想呼籲大家的觀眾 給一些外線引用 因為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做些什麼 要什麼時候計算多少 我們這次是想和黃師傅 提供大家 呼籲大家 這些疫情大家 其實我都不是長期大考察和報告習慣 因為是否也會報告習慣 都沒有辦法 暫時可以忍耐一下 大家同心做得好 至少我們還未必需要去表演 可能下距離已經開始有些聲音 是的 因為其實一切的明年都是 大家都能夠一起同心貼力 我們一齊大家做好自己要做的防線 要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 這疫情可能會很快就會過 我希望大家在觀眾前面 我們會提供大家做一些好的節目 給大家欣賞 還有最重要都是過一句 大家要合作所有的規條 戴口罩 洗手 洗手 保持社交財 盡量在這個疫情裡 大家安守著所有健康的守則 大家同心抗疫 就一定會有好的成果 是的 本節目是由完美店 Montre Park總店 成記錶分店 特約贊助 記住是暫時的 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 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什麼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跟著說出我們節目的名字 就可以馬上獲得 完美店贊助送出的一杯冰鎮凍奶茶 快點打電話來吧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裏 送到哪裏